《彈簾慈脈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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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簾慈脈儀》都上了 您說 先生 您好 那些東西應該慢慢校正 因為那些在佛學是最基本的東西 我們連那些東西都一定要校正它 一旦出來馬上吵架 一旦結照到這些彈簾慈脈儀 季度趁著抱怨來了 馬上把它校正過來 因為這已經是最低要求 你不能 因為這個在人道都混不好 他去 混得讓我們很白嘛 他倒不是 對 咱還要出三千 對 你團成之外移基金那麼重 抱怨趁有一大堆 人道都混得很苦 首先那些東西都絕照到 然後馬上都解決掉 其實不難的 只要你耳清 覺得有什麼難的 覺得到一次給不了兩次 兩次給不了三次 反正我就不嫉妒 我就不撤痾 我也不抱怨 反正反正 有時候那種情緒生氣了 我就去正直接去叫著他 就說 這可能是有音樂的 這可能是舒適的音樂 可能是 反正 但是我該做啥 比如說做生意 他欠了我錢 我該打官司 要還得打官司 但是呢 我在心裡邊我不生氣 因為什麼 這可能是有音樂的 人家可能 我打了官司 打了官司 還是沒要回來 我盡了全部的力量 沒要回來我就發氣了 我也不生氣 也不傷心 整個這個 在打官司的這個駱駝中 我也沒把自己氣壞 也沒裂壞 因為我知道可能舒適的 我跟他 可能要嘛就是我欠他 如果是沒有欠 那可能我盡了全部的能力以後 可能要回來了 如果沒要回來 那也可能是我還在了 要約了嘛 如果是沒有還在 是他欠我的 這一輩子又欠了我的 那力鼓勵 下輩子再還 那所有欠都會還你的 就是說這種角度 就讓你永遠不會很難受 但是你在這個世界 也可以做嘛 遊戲人生嘛 你該打官司還打官司 該上班還上班 你該又載又載的 打官司上載法庭年 又載又載 是吧 上輩子的究竟 這輩子在法庭上見 是吧 他還就還不還 再下輩子繼續 因為你這一次 你已經努力了 但是還是沒要回來 說明我們注意也不記住 這個錢還是了不了 也不生氣嘛 這輩子我們都成佛了他 成佛就不要了給他 就當布施了 看你可憐沒成佛算了 都在成佛再說這句話 沒成就需要 對吧 所以他拿現在太多成不了 他借你也成不了嘛 很難的 又不及功德又自私 他雜誠啊 所以佛佛承了佛 他收貴養就是這個道理嘛 他其實不是說是眾生 有時候眾生貴養 他是因為他覺得 看看你在布施道這一塊 修得欠缺一點 也是欠缺他就 就是成就你的自我了 就是利他了 就是諸佛 你看西武記裡邊 西武記裡邊 西武記裡邊是唐生師徒四人 跑到釋迦牟尼佛 要取經的時候 那些守門的阿羅還站在那裡 說把那個波拿過來 巧 把火 搜火火了 說是在釋迦牟尼佛的地盤 簡直就是 純粹就是 賄賂 收賄嘛 一定 巧唐生博 因為他們確實是沒啥 身上除了那個波 紙巾箔 淘汰就是 收的那個紙巾箔 是個金箔 實際上都不值錢嘛 那個那個 就是守門的 就要他那個箔 我把那個箔 姑娘給我再交給你取經 說 蘇珈牟尼佛地盤也這樣 就很不理解他 但是呢 西武記他那樣去寫那麼一筆 他是有原因的 在人道做人事 但是就是遊戲地盡空了 這大菩薩 這大菩薩 對佛陀來說 他是遊戲地盡空了 他不會 如果他自己 執著在那個那裡邊了 執著在這個名為利亞那裡邊 那就完了 那他就圓滿不了 就他也得絕照自己嘛 法華經後期 廟宜菩薩 貴雅關世義菩薩都寫的是 關世義菩薩不要 同樣是兩個大菩薩 兩個世界來的關世義菩薩 比如說我不要 就釋迦牟尼佛勸嘛 說你還是要啥嘛 為了眾生你要啥嘛 就是菩薩之間也是 我為啥要欠你的嘛 我又不是說缺那些東西 陰落啊那些 對他來說 可能身上拜那些東西 有時候 但是呢 為啥佛會勸 佛為什麼參與這些 這很小的事情 就是經典裡邊講這些東西 他是有原因 就是為了眾生 有些東西沒得受 就是反而是 不管你需要不需要 對一個成道的成道者來說 或者是他經歷到 一直從出地 正到實地 正到等絕菩薩 一直到佛 你知道他 他在一路把自我 一層一層捨進了嘛 他是沒有什麼東西說 一定要要 或者一定要不要的 他其實無所謂那些東西 就是他收或者不收都不重要 其實對面那個東西的人很重要 對那個人很重要 其實並不是對他重要 他接受不接受 接受欠不欠你這些東西很重要 但是因為欠了那也是欠了 對你來說如果是欠下了 他就欠下了 就說比如說舉個例子 說莎莎給我一個花生 我瘦了我吃了 那就我欠了 我欠不欠這個人情 就說可能我還不想吃這個花生 但我吃了 但是其實有些東西裡邊 也是有慈悲的東西 你不要以為 但是對一個成道者來說 就是瘦啊 瘦也是有慈悲的東西 就是說你 但是你吃的時候 你要清楚的絕躁到 你這一刻 你是在這個花生裡邊 已經遊戲必進空了 而且你寥寥分明宇宙的這樣 而且對這個裡邊 你吃不吃對你並不重要 而且你可以不吃 可以吃的時候 你瘦 對它是有功德 所以你會瘦嘛 還有就是 但是就像妙運菩薩 關世義菩薩 這種兩個菩薩 都是成就者 都無所謂了 就是妙運菩薩 也不會有供養 關世義菩薩 是為了功德 但是你聽他前面說的話 他是為了眾生供養的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得瘦 但是因為 但是呢 這個裡邊就有人情的東西了 因為是兩位大菩薩 是兩位菩薩 是在同樣 那麼從某一個角度 就是他是帶眾生供養的 說希望的眾生怎麼樣 我忘了原話 那這個時候佛就要去 那兩位菩薩平等的 總不能你供養 我直接抓過來 因為他那個是一個 就是修法 就是說 你看龍女貴啊 佛的時候 佛就直接把龍珠抓過來 但是妙運貴啊 關世義菩薩 關世義菩薩 會說不需要 所以你不需要供養 你不需要 但是佛說 為了眾生你手下 就是轉到 這是為了眾生 因為他們的等級是一樣的 你不需要來我這幾功德 就裡面都是有 就是如果你修到某一個程度 你在看這些裡面 每一句話都是有原因的 不是無緣無故在那兒寫上的 他那種心態站在的角度 站在法界的角度 為什麼這樣說話 為什麼這樣做 為什麼去 他都是有原因的 站在佛學不同的角度來突破的 就簡單的一個 就是收受供養的這些 你就看完 如果你修這個突破者 你就知道 佛為什麼去 關世菩薩為什麼拒絕 妙運菩薩為什麼過癢 他為什麼那樣說 這都是有層層地經 就是進入的 一般佛不會介入這些事 就是洛馬還是佛還說 釋迦牟尼佛對著那麼多 法界幾十億弟子說 你還參與這些事情 他說他拿了顆華山給他 他說你收上法 他說法華經你要知道 他坐在那 第一 他坐在那說最高經典的 然後還參與你們倆的 這個華山之間的糾紛 你故要他跟華山 他說我不要我不要 佛還說要什麼 要什麼 是吧 裡面很多東西 而且妙運菩薩是另一個星球來的 在法華經裡面 他來自另一個世界 等於說代表另一個世界 那都是外交禮儀 代表一些有些東西 代表世界有世界的 那些很多東西在裡面 但是關世儀菩薩也不在這個世界 當時他在那個世界裡 關世儀菩薩也是遊遊過來的 你看法華經裡邊 都不是說佛世界 都不是佛世界 都不是佛世界 都不是釋迦牟尼佛這個世界 關世儀菩薩是遊遊過來的 妙運菩薩是另一個世界來了 來到了釋迦牟尼的世界 請法華經 既然在我夾化 我愛你 我愛你 為那是 我愛你 為那這方面 很難於 付以沙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